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比较陌生啊 很少用到这两个字 是这个字可能还有看过 和可吗 大家都不晓得是什么回事 是我们吞是嘛 把东西吞下去 这叫是 吃东西啊 食物吞到嘴里叫是 吞是 是就是吞下来啊 那和呢 就是和起来 所以他的像就是好像 好像食物进到嘴里把它和起来 然后煮嚼 就这个像 这个为什么会成一个挂 这蛮特别的 他这讲什么呢 他这个饰和啊 他讲的是玉饰 以前古代啊 这是一个名词 叫玉饰 以前古代呢 是把监狱和市场放在同一个字上面 这就对人性很了解 就是监狱里边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 为了钱犯罪的 经济罪犯啊 占百分之九十 这是经过统计的 就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犯罪 我们说人为财死啊 鸟为死亡 所以大部分都是因为 因为这个 贪财啊 而犯下罪恶 所以说监狱和市场把它放在一起 叫玉饰 那为什么说适合呢 这个适合 市场 市场就像一个大嘴啊 哇 很多人都进去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进去 那市场就像大嘴啊 要把人吃到这个里边去 要把你吸干 把你榨干 就好像我们嘴巴把食物吃到嘴里边 要把食物营养给榨出来 同样啊 你看你到市场里边去 或者你到什么百货公司啊 商场 大卖场啊 进去 荷包就把它吃光了 对不对 进去出来 你口袋都干掉了 所以他就有这种适合 那还有什么 还有监狱也是这个箱 监狱就做成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你看 他这个柵栏 人关在里边 像不像那个牙齿啊 那牙齿 然后食物在里边 人关在里边 所以监狱取这个像 取这个牙齿 好像被监狱吃掉了 这个像啊 来做成监狱的形状 然后扎栏 以前古代是这样 所以这是适合挂 监狱和市场都是这样 市场也是一样啊 尤其是那种传统 一般的那种市场你是 那种超级市场你进去没有感觉 传统市场 哇 进去以后 哇那些 我们石缸这边有传统市场 对不对 哇 那些卖菜的欧巴桑 哇 叫啊 叫你赶快来啊 买他的 买这个买那个的 到处都在来拉你 大声的叫 像我每次到那边都变帅哥 帅哥 帅哥 来买这个买那个的 我又赶快就跑过去了 而且买完以后 我也是 哇 有一个欧巴桑叫我帅哥 我很高兴 买完以后呢 去结账的时候 他的儿子在那边 儿子大概有三十几岁 然后找钱给我说 阿伯 谢谢 护的帐就变阿伯了 护的帐以前是帅哥 像不像呢 看大嘴巴要把你吃下去 所以这个是四合 四合卦 那四合卦上一个卦是什么 冠卦 冠就是讲宗教的卦 就是寺庙嘛 对不对 那以前做生意的地方都在哪里 宗教 对不对 像枫园最早这个叫什么 最早的那个庙东 对不对 庙东那个夜市啊 那些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以前后学小的时候 不管搬到哪里去 宗教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好像比较不是的啦 现在还是啊 现在风源还是比我靠那边是最热闹的 庙口 因为来拜拜的人 大部分都带着香油钱啊什么的 顺便在那边买东西啊 就是寺庙 所以说四合卦呢 刚好就是放在灌卦后面 排的刚刚好 寺庙刚好就是人啊 集散的地方 而且去拜拜人都有带钱 所以说刚好在那边做市场交易 所以这个四合呢 它也是一个市场交易 那市场交易里面会有犯罪行为 所以说就会有监狱的产生 所以加起来就叫浴室 这是四合卦 所以你要研究 你要做生意的话呢 就要研究这个四合卦 因为它就是一个市场交易的卦 它有些基本的Mega要学会 那四合我们看这个卦象 火雷四合 这个火就代表太阳 所以它有日中为四之相 以前古代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市集啊 我们讲一个市集 以前市场就是这样子 它不是固定在那里的 它集合 就有点像我们这边 石刚这边不是 今天刚好礼拜一有个夜市嘛 是吧 那现在都是夜市 以前不是 以前晚上没有灯的 不可能夜市的 以前古代没有夜市这个东西 古代的话就是太阳最亮的时候 日中 日正当中 日正当中的时候在那边集结 因为你一般人以前都是以物易物嘛 在这个三千年前 钱币用的很少 然后我带了一只鸡 我要去换一袋米回来 或者我带了一堆菜 我要去换一只羊回来 或者我换一件衣服 换一块布回来 交换东西 交换东西呢 所以它是 但是大部分你一大早出发了 都是用走路的 那要走很远的路啊 走到那边刚好中午了 中午呢 你卖吃的啦 卖货物啦等等的 刚好正中 那市场结束的时候已经大概两三点了 这时候再走路回家 回到家就天黑了 以前天黑了就没有灯啦 所以就是日中为始 日正当中的时候 所以它这个挂匠就是日中 火 太阳 日正当中的时候 雷 雷就表示下面的人 哇 这个叫麦的声音跟打雷一样大声 而且动啊 人做生意 在那个市场交易的时候 就是人都在人潮流动嘛 我们去看夜市就像人潮流动 所以它就好像雷一样啊 一直在流动 而且发出很多的声音出来 所以它这个是以相 以这个色卦观相 观这个相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市场交易的景象 而且它日正当中很亮 你也看得出来这个货物是好还是坏 你如果说这个黄昏的时候 夜晚的时候卖东西就很容易 很容易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的话就可能买到不好的东西 所以它要日中结识 所以这个是 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而且它放在观卦后面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寺庙的前面 来拜拜的地方 来结识 那 适合 亨 适合当然呢 市场交易啊 或畅其流嘛 互通有无啊 所以这个亨 货物就可以通畅 流动 然后呢 互通有无 我没有的 你有 我们交换 这样子的话 诶 就可以得到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 那因为我有多的啊 比方说我种玉米的 哇 我多到吃不完啊 那我搬到市场来 我就交换到我没有的东西 我没有锄头啦 我没有衣服啦 我没有种米啦 我没有菜啦 我可以换回来 所以这叫互通有无 或畅其流 所以适合挂是很重要的 只有人类啊 才学会这种货物的交换 你会不会看猫啊 两只猫 或者猫和狗啊 我叼了一个包子 你叼了一只鱼来交换一下 绝对不会的 只有人类才会懂得这个道理 互相交换 你就不用说什么都要自己弄啦 大家就可以分工了嘛 所以有市场交易 有商业行为 才可以分工合作 才不需要说生活 所有的用品都要自己张罗 所以这个亨 它是亨通的 但是市场交易的时候呢 就会有犯罪的行为 所以说利用欲 所以后面一定要有监狱 准备把那些犯罪的人抓去关 才可以遏止这种犯罪的行为 因为人呢 利令自昏嘛 就是利自当头的话 智慧都没有了 所以偷窃啦 抢劫啦 欺骗啦 这种行为在市场交易里面 就会不断的发生 没有智慧 他就去骗 去抢 去偷 去拐 那知识分子一样会做 不是说愚笨人才做 你看我们现在这种 最近你看 最近还抱一个顶王嘛 对不对 火锅做 火锅做到 做到股票上市的 对不对 做假 那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欲 就要有这个法律制裁才行 你没有法律制裁 你光劝他 没办法喝酒的 你光劝说 你们要凭良心做生意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利用欲 一定要有法律来制裁他 而且要有监狱呢 来惩罚他才行 才可以有市场的交易 所以为什么监狱 要建市场以前就要先盖个监狱 因为一定会有人犯罪的 所以欲还在市场之前 欲在市之前就是这样 这就对人性非常了解 那同样的情形呢 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赚钱的话 想要去牟利的话 赤和挂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牟利的挂 就追求利益的挂 牟利的挂 那你牟利的话呢 你先不要想到你赚得到钱赚不到钱 你先要想到是我犯不犯法 这个最重要 要站住这个原则 我绝对不能犯法 那犯法也许我们想 我们法律抓不到就好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 天律身严 上天看得到 这是最危险的在这里 上天知道 你就算你逃得过法律的制裁 你逃不过天律的制裁 所以这个欲呢 不只是讲人间的监狱 还有地下的地狱 还有天上的天牢 天有天牢 老地有地狱 人间有监狱 所以这要利用狱 所以千万不要呢 取之无道啊 最后呢 造了罪业啊 就逃避不了 这种上天的制裁啊 担曰 这个孔老夫子说的 宜中有物啊 约四合 他解释这个卦象 为什么叫四合卦呢 就好像嘴巴里面 有食物啊 嘴巴里面有食物 这个疑就是讲我们的下巴 就是讲我们整个的这个脸啊 脸颊 然后这里面含着食物啊 这也叫食物啊 因为你里面含着食物 你就会去主角嘛 叫四合啊 有吞噬以后再合起来主角 叫四合 那用这个来批评监狱里面有装的人 市场里面也装的很多人 一个是为了赚钱进去市场的 或是去买 买东西进入 就是买卖货物进入市场的 那一个呢 就是因为买卖货物而犯的罪 被抓到监狱里面关起来 这叫四合 四合而亨 四合当然是亨通啦 这个 这种货物的交换 就会造成我们生活的便利 所以叫四合而亨 刚柔芬 动而鸣 那刚柔芬讲的是这个卦象 卦象呢 它雷卦 它是属于阳刚的卦 阳卦 活卦是属于阴卦 反正我们注意阴卦阳卦 以后会不断的提到啊 可能我上次有没有讲忘记了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什么是阴卦 什么是阳卦 阴卦多阳 阳卦多阴 《易经》里面有四个阳卦 四个阴卦 四个阳卦有两个是没有争议性的 这个第一个前卦 前卦当然是阳卦 还有一个坤卦 坤卦当然是阴卦 那另外有哪三个是阳卦 哪三个是阴卦 你就要看这个 阴卦多阳 阳卦多阴 两阳一阴的 那个一个卦有三根阳嘛 两阳一阴的就是阴卦 不是说阳的多就是阳卦 不是刚好相反 两阳一阴是阴卦 两阴一阳是阳卦 为什么呢 一君子二小人 阳卦代表君子 一君子二小人 就是一个君子可以管得住两个小人 这个是阳卦 就比较阳气 很胜 我一个人就可以管得住两个 那另外呢 阴卦多阳 两个君子搞不定一个小人 这就表示进入阴卦 现在大部分家庭都这样 父母亲两个管不住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小孩子坏的不得了 这就是阴卦 以前的家庭不同 以前的家庭 一个老爸就可以管得住七八个小孩 对不对 放牛刺草一样养的肥肥的 那就是有正气才可以有办法 现在你看这样大陆一胎化 养出来都是一些小霸王 不是一个孩子两个 上面主父母 外主父外祖母 对不对 一家一大堆大人 照顾一个小孩子 照顾了一塌糊涂 这都是阴卦 就是君子多小人少 阴卦 就进入阴卦 这是我们介绍一下阴卦阳卦 因为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卦象 刚柔分 他讲的就是阳卦和阴卦分出来了 这是刚 这是柔 叫刚柔分 刚挂和柔和刚柔分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交易里面 有刚有柔 有君子有小人 叫刚柔分 所以你不能说 不能说 大家都是君子交易 我们讲一句话说君子交易 不是都君子交易 因为一定有君子有小人 尤其是在这种经济行为之中 很多小人的 刚柔分 所以刚的分一边 柔的分一边 然后你要怎么去判断 对不对 这么多人在这边做生意 你要选择交易的对象 所以说要怎么样 要有智慧 叫动而鸣 动而鸣 这个雷就是动 你要展开行动 那你眼睛要放亮 要看清楚 要动而鸣 对货物你要看清楚 对人你要看清楚 人家说的话你要听清楚 你不能被蒙骗 对 要动而鸣 所以你不明白的 你就不要展开行动 要展开行动 一定要明白 要很确定 看得很清楚 像说要买一个茶叶 你要明白 你要鸣不一定说你看清楚 你要内行才行 你这个茶叶 就是阿里山的 结果是越南的 所以要搞清楚啊 有一次后学 这个亲戚过年大家互相送礼物啊 我就收到一些阿里山的茶 打开来啊 通通都是大陆茶 而且是那种细细碎碎的那种茶墨那种 在上面写的阿里山高山茶 所以 这就是没有动而鸣 没有看清楚 要动而鸣 要展开行动 展开交易行动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明白 明白他 是好的是坏的 要搞得清清楚楚 叫动而鸣 没有把握的话 就不要冒险 你不明白 你就不要去展开这个交易的行为 不然一定吃亏 你不能说我相信他 所以他讲动 不是动而戏 不是我相信我就行动了 不是 我要明白我才可以行动 所以以前后学有个朋友 继承了一笔遗产 大概有一亿多 哇就到处投资啊 我就说啊 你这个都不专业嘛 乱投资 我说你现在既然有钱有闲嘛 你就去学 你不管学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生意 你就去学 你学到你搞得很清楚很内行 你再去投资 你不要听人家说 哇这个多赚多少钱 那个一年赚多少钱 你根本不清楚状况嘛 他就不听 他懒惰 就懒得学 就说谁投资什么 谁投资一个餐馆 赚了多少钱 一年就赚多少钱 谁又投资做什么生意 一年赚了多少钱 他总共大概五六年 就全部赔光了 一亿多就全部赔光了 现在在开计程车 这个就是没有照这个 照这个四合挂的指示来走 雷电和额章 这雷电和额章的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赚钱啊 人在做天在看啊 打雷闪电啊 这个挂象啊 这个火就是电嘛 火是亮的这个电 然后雷不用讲的就是雷了 叫雷电大座 所以天前雷珠就在那边等着你 雷电大座 雷公电母啊 看得很清楚 雷电和额章 章就是明亮的意思啊 就非常的明亮 这个神目如电啊 神目如电啊 骗得了人骗不了天 雷电和额章 章就是很明显的意思 很明亮的意思 雷电和额章 所以在任何的一种 利益交换的行为之中 后面都有什么雷公电母在监视的 都有法律主在监视的 和额章 这以挂象来看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啊 就算人间的法律制裁不到你的话 上天的刑罚会如影随形 为什么 雷电和额章 每一笔都算得非常的清楚 一点都不会漏掉 你多赚一毛钱都不行 不易之财啊 多一毛钱都要还的 多一毛钱让你皮肤过敏 长个包到要还的 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去赚到的 绝对不会的 柔得中而上行 虽不当位利用欲也 柔得中而上行 讲的是这个谣 这因柔之谣都得中嘛 得到这个中谣 而且往上走 得到军位 得到这个掌权的位置 君王的位置 有权 这个因谣往上走 柔得中而上行 往上走 又得到这个中位 但是呢 因居扬位 所以叫不当位 因居扬位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看得出来啊 就是 我们讲说有财 再下一句是什么 有势 对不对 有财就有势 因为有钱人就有权势啊 对不对 有财有势 就是你因为你有财 你得到这个位置了 因为这个挂是一个求财的挂 牟利求财的挂 你知道这个位置你又很正当 你这边是因居因位啊 但是你爬到这里 你不不当位 因为你是有财而有的士 不是有德 注意啊 你要有权势的话 你必须要有那个德性啊 你只是有财富而已 有财而有的士 因居扬位啊 因居于 因为第五根瑶应该是阳刚的位置 一三五嘛 都是阳位 应该阳瑶居那里比较适合 他因瑶居那里就表示说 有财而少德 啊 德性不够 所以说呢 在那里叫做不当位 叫做不当位 柔德忠而上行 虽然可以一直往上升 有了钱财以后 又开始有事 可以往上走 但是 虽不当位啊 利用欲也 虽然不当位 虽然不当位 可是可以利用欲 就是 啊 这个 可以用这个刑罚 啊 来遏止一些 有财有势的人 啊 有财有势的人 身居高位的人 啊 然后 犯罪 遏止他们犯罪 啊 所以要用利用欲 因为有财有势 权势熏天 我们常讲说 才可通神啊 啊 有钱可耻怎么样 鬼推磨啊 啊 我们说天大的事情 有地大的银子就可以摆平了 对吧 那中国人很多这种观念 有钱什么都 我们 官场上有句话叫什么 法律上有句话叫什么 有钱住生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台语讲的 有钱 没钱判生 没钱判死 对 没钱没死 这个 这个就是 最近不是那个洪仲秋判很轻吗 你要跟 你要跟军队斗啊 军队那最有钱的 所以 所以说 这是不当位 那不当位 利用狱野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监狱 要有刑罚 才可以公平 才可以公正 但是人间如果不公正的话 没关系 雷电何而章 上天会把这个公道补回来 雷电何而章 不过在那个古代不是这样的 古代的 古代的这种圣王 像这个都是周文王啊 周公啊 孔子所写的 圣王就代表天的 所以叫天子 所以他们的刑罚 都是非常公正严明的 但现在是不公正严明啊 现在真的就产生这个 说的没错啊 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 甚至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法律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对不对 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在台北有一位道卿是当建筑师的 他说他以前 他爸爸是 他们家族是在台南啊 旺族嘛 世家子弟 他说他到台北来求学 那问他爸说 你希望我将来学什么 他爸说你学什么都可以 就不要学法律 就是这个原则 不要学法律 他说为什么不学法律 他说我们这个家族啊 学法律的人很多 因为台湾人就喜欢当医生或是法官嘛 就学医啦 学法律的很多 他说 就几代现在发现 学法律的下一代都不太好 因为学法律有时候你 你不犯罪人家要强迫你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啊 就是因为法律上面 金钱的交易太多了 像我们最近时常看到一些法官不是被抓到什么 贪污啦等等的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 因为那种诱惑太多了 所以随部单位利用欲言 向曰雷电四合 先王以明法赐法 打雷闪电四合挂 所以先王 古代的圣王知道呢 这个天象啊 就是当有市场交易的时候 有经济行为的时候就有犯罪行为 所以说呢 他就效法这个上天的打雷闪电 就这个明定法则啊 处罚的这个法律 明定法则 刺法就是公布这个法律 然后处罚一些犯罪的人 不当取材之人啊 就要必须要有明确的刑法 来制裁他 而且刺法 刺就是公布的意思 把法条都贴出来公布 你卖假的东西啦 你炸财啦 你谋取暴力啦等等的 通通都要给予制裁 逃税啦等等的都要给予制裁 明法赐法 好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挂啊 因为他有欲和氏两个部分 所以他的六根窑啊 六窑之洞啊 有三根窑 是在讨论欲的部分 就是刑罚的部分 另外还有三根窑是讨论的是 市的部分 市场交易的部分 就是一个 教你怎么样子 避免犯罪 另外一个呢 教你怎么样子 正当牟利 这两个部分 出酒 拒教灭止 无救 好 这是讲刑罚的部分 先不要谈赚钱啦 在赚钱之前 先要告诉你 他警告你 就是 如果你犯罪的话 会被刑罚 最轻的刑罚 以前古代啊 最轻的刑罚 就是 拒教灭止 这个拒教呢 是一种刑罚 这种刑罚呢 就是把你的脚趾头 把你切断 脚趾头切断 就是因为你行为嘛 就是你的行动有问题 把你脚趾头切断 脚趾头切断呢 可是你自己知道 你受到惩罚了 也不会妨害你走路 因为你切断一个脚趾头 脚趾头平常也不是用来 拿东西的 走路啦什么都还是很方便 但是呢 就警告你 不能再犯罪了 而且你穿着鞋子 别人也看不到 别人看不到你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有这样子一个前科啊 所以给你 这是一个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 叫拒教灭止 无救 就把脚趾头切掉一个 无救就是让你不要再犯错了 不要再继续犯错下去了 这是古代的刑罚 是这样 初次犯罪的人 都会给你机会重生 重新 但是他会给你留下一个记号 让你看到这个断掉的脚趾头 你就会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再犯错了 但现在不能有这种刑罚 但是古代这种刑罚有他的道理在的 有他深刻的这种教育 还有这个警惕的作用在的 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个刑罚 但这个刑罚人不做 上天就会接手来执行 接手过来执行 所以很多 谋取不当利益的人 很多伤人啊 不一定是伤人啊 从此你赚的不该赚的钱 然后你就会产生什么 再会生暗疾 就生疾病啊 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叫暗疾 以前后学 刚求道的时候就认识一位 到一个道场去讲课 刚好认识那个道场的一位点传师 他是早期三十年前 高知识分子的道信比较少 他也是中兴大学商学院毕业的 那这位点传师就说 跟后学讲说他为什么会来修道的原因 他说他以前刚从大学毕业以后 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啊 那种国立大学毕业 商学院毕业的 然后他就开了什么 会计师事务所啦 代书事务所啦 哇生意很好啊 这个 他请 就是说他请来帮忙 这个从事文书作业的 这些 这些这个 就是这些 这些雇员啊 就要十几个 做代书啊 要请这么多人啊 就知道生意有多好 但是不久就开始发现身体有一些疾病啊 因为那个时候做代书 那个时候几十年前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 逃税啦 什么 假账啦等等 一定要做这些东西嘛 你不做 你根本招不到生意的嘛 他不得不这样子啊 他发现怎么 一大堆问题 太太也生了治不好的病 自己也是 后来太太还 跟太太感情很好 大家一起经营这个事务所 太太还 这个很早就去世了 他也觉得不行 最重要是 他们那些同行啊 常常 因为有钱有闲嘛 家里就请了很多员工啊 所以时常会 这个聚在一起啊 吃喝玩乐 然后就发现那些同行啊 同业啊 聚在一起 大家都在讲说 哪里有个什么医生啊 可以治什么病什么病 每个人都有病 他就觉得哇太可怕了 他就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钱赚不得也啊 所以他就 就把工作辞掉收起来 然后就来修道 当点传师 现在常年都在国外啊 都在国外办道 所以这就是一个实例啊 聚焦灭止 但是别人不知道 他自己很清楚 自己很清楚 上天在惩罚 就不敢再行恶了 但有的人不是啊 有的人就 就是 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就虽然生的案集 也不会自我检讨 像刚才讲的 这位点传师 他很多同业 还是照样继续做啊 像后学的前人 侯前仁 说那时候到台湾来 是接收大员 啊 就接收这个 这个总督府的 那总督府那个 日本的那个 那个军官啊 啊 就 就把这个 啊 把这些 那些什么 啊 就是 金钱啊 财务啦 等等的都交接了 交接了 然后就有一个部分说 这个部分没有列在账户里面 啊 这个部分呢 交接给你 你不用入账的 这是你的 啊 这个 我们这个侯前仁 就马上就把他打了一个耳光 日本军人 你打他耳光很侮辱的 他说你是侮辱我 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人 是不是 啊 事实上 大部分人都接受的 所以那个侯前仁是修道人啊 啊 就打他一个耳光 啊 然后就叫他 通通通列车 啊 一样都不准少 事实上以前交接这是一个案盘嘛 对吧 你来当交接大员一定有好处的 啊 后来他才发现怎么他的同事都哇 啊 啊 来来交接这个 这个这个 来接收这个台湾的这些同事都哇 都发大财啦 啊 都住大房子啦 都有土地啦 什么的 现成就有很多 很多钱财可以进来 但是后来几十年下来 那些人各个家破人亡 不该取的钱财取的 各个家破人亡 没有个友好下场 所以他就知道说啊 啊 时间才可以证明一切 当初大家都觉得他是笨蛋啊 对啊 啊 但是 几十年下来就发现 那些那些 A来的钱 没有一毛钱留得下来的 而且都祸以子孙啊 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个天律森严啊 就算战乱的时候 还是有上天在管啊 好 不是没人管的 啊 像那种我们刚才讲的 台湾 战胜以后 回归中国 哦 那个中间是坏事最多的啊 但是有没有人在处罚 一定有的 那 上天会出手制裁 那那个 我们侯钱人就是经历那一点 因为他以前是当宪兵队长的嘛 他就是负责来接收台湾的 他是第一批进来接收台湾的 所以这个聚焦灭止很重要 啊 像后学认识 前几天有一位点传师来找后学 这点传师很有意思 他第一次见到后学 我说你为什么来找我 啊 他说我听说你的名声所以来找你 那后学以为说哎呦 有什么好看啊 啊 就他来为什么来找后学 他讲的话很有意思 他说啊 他说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啊 他说他的宗旨啊 左手的宗旨啊 有一个指纹 有一道纹很明显的纹 他说那个纹啊 只要他做错事或者说错话 比较严重的错误 那个纹就会消失 这真的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 就会消失 他就要去开始 那个纹消失他就开始检讨自己 说错什么话了 做错什么事了 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了 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补过来以后 这个无救啊 那个纹就会慢慢出现 所以他说 他说最长他曾经那个纹消失过两三个月 他把他的 他也没讲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把那个最补上补过了以后呢 上回改过以后那个纹就出现了 可是呢 他这次他碰到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 老钱他们老钱人是大陆来的老钱人 他们老钱人 十几年前 放天命给他和另外一位典传师 他们同时领命的 他就一直有疑惑 他说领命的时候没有请谈 只有五盘水果三柱香 也没有粉表 就跟着老钱人念 念完就变成点传师了 他就是很慌啊 他就好像求道没有粉表 没有请谈一样 那这样这个点的有效吗 可是他也点了十几年了 到老钱人归通 他就不敢点了 那其他点传师还是继续在办到 他就不敢了 不敢办了 然后就后来 他们的领导嘛 就说你不办的话就 就正式把你领导的那些佛堂 那几十间佛堂交出来嘛 他就宣布说 我交出佛堂 我退出半导行列 他觉得自己有疑惑啊 结果呢 上天对这个人真的很宠爱耶 第二天那根文不见了 他宣布退出那根文不见 那就表示他做错事了 他说错在哪里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到处问老钱人啊 到处问老钱人啊 到处跑到香港 跑到大陆去问 就没有答案 那文就不见了 而且一消失一年半 他一年半以前做这个宣布 一消失一年半 那他知道有一个错在那里 哇 忐忑不安 不知道如何是好 后来呢 他就想说 我要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郭明毅 我要去问问他 到底我该怎么做才对 他就跑来找后绝 他说 郭典安斯啊 我一想到要找你 那个文就出现了 消失了一年半的文就出现了 所以你要给我一个答案 那我怎么跟他讲呢 不管你们的事 我只是要讲这个谣 我跟他讲什么 跟这堂课没有关系的 就真的有这种人 这是上天特别保佑他的 就让他知道 做错事了知道 知道 知道上天告诉他 你错了 你错了 这很有意思 以后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这种上天的惩罚 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动乎尸体啊 中庸里面讲动乎尸体啊 不善必先之之啊 善必先之之 不善必先之之 东乎尸体 尸之百害 会有那种感应出来啊 六二似乎灭鼻无救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似乎灭鼻就是说你一犯再犯 你脚趾都切断了 你想别人看不到嘛 别人不知道我是罪犯 不知道我做坏事 这已经警告 灭止就是警告 灭止不是惩罚 灭止是警告而已 就像刚才后学讲这些 刚刚前面讲有一位点传师 说他生暗疾啦等等的 别人不知道他生病 治不好的病 他认识他们都做生意啦 认识很多那种治不好的病 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有问题 那那个都是警惕啊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惩罚 到了这边呢就是真正的惩罚来了 但是上天就是 那时候以前的圣人就这么慈悲 他还是希望你能够忏悔改过 可是呢你自己没办法忏悔改过 所以呢就让别人来帮助你 似乎灭鼻 就是把你的罪状啊 磕在脸上 我骗钱 我偷钱 我这个某取暴力 就写在这上面 叫似乎 诶 这样你还敢犯罪吗 你想犯罪也没办法 因为人家知道啊 知道你这就要磕这个金印在脸上 这样子你还涂很厚的粉 你还去遮遮掩掩 然后继续去骗人 继续去做 不该 不该 对不对 继续卖假的麻辣锅 继续卖假油 那就要怎么样 就要进一步的惩罚就要来了 把你鼻子割掉 灭鼻 鼻子割掉 削鼻 所以这个似乎和灭鼻又是两种刑罚 目的只是为你无救啊 为了保护你啊 让你不要再犯错了 不要再犯错了 似乎灭鼻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但是上天会出手 就会让你不要抗 像最近什么胖达人啊 什么抗师傅啦 对不对 顶王啦 对不对 什么日月光啦 这些 这就叫灭鼻 叫什么 下饼柱 对不对 让你出来鞠躬道歉 下饼柱 叫灭鼻 这是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机会 他们犯的罪不是很大的罪 但是呢 颜面尽尽啊 颜面尽尽 声欲全毁啊 对不对 这就好像人被割掉鼻子 大家都指着你鼻子骂 鼻子你的脸 说你就是骗钱的嘛 你就是奸商嘛 对不对 这叫似乎灭鼻 但是他们要感谢哦 这时候应该要感谢 哇 上天在警告我了 事实上在这个之前一定有聚焦灭止 在这个之前一定有聚焦灭止 自己心里明白 我们看那个康师傅那个老板 那叫什么 鼎心 对不对 就负责做假油那个 不是嘴歪眼斜的嘛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他世间 他年纪轻轻啊 他比我小一岁啊 因为我后学佛堂有一位道亲 就跟他是同学嘛 跟他是高中同学 所以 所以 年纪轻轻就嘴歪眼斜了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聚焦灭止了 但他后来就要搞到这个似乎灭鼻 现在能不能改过不晓得 但这个也是上天在保佑他 就是让你有机会啊 好 你现在已经颜面尽失了 看你要不要 这时候还有救啊 还可以补救啊 无救者散补过也嘛 你要真正忏悔改过的话 上天还是会给你机会的 还是可以再东山再起的 似乎灭鼻无救 相约似乎灭鼻成刚叶 但是为什么要搞到被人家刺青啊 要把鼻子割掉你才愿意改过呢 因为你成刚叶 你太刚强了 太刚强了 意思就是说你个性啊 太顽劣了啦 就像这个地藏菩萨讲的 众生啊 难调难辅啊 甚难调辅 刚强众生 他说他在地狱啊 苦口婆心啊 劝这些众生忏悔改过 地狱人能行功了愿 不行的嘛 只能忏悔改过 可是地狱众生 只要听到地藏菩萨的劝告 忏悔改过 这个就是无救就忏悔改过 忏悔改过以后就可以升上来 一出来以后就老毛病又犯了 就悬出悬入啊 刚出来又掉回去 刚出来又掉回去 所以地藏菩萨永远没办法离开地狱啊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地狱永远不能空 所以他永远成不了佛 他说悬出悬入 刚刚出来又掉进去 这就是成刚啊 刚强众生 甚难调伏 众生就是这样嘛 说不听的 对不对 怎么讲怎么讲 他就是 听了 暂时听了 又掉回去 暂时听一听又掉回去 这要成刚业 所以你不给他严厉的惩罚不行 要留下众人都看得到的痕迹 他才会愿意改过 所以这是不得已的 上天出手都是 一开始都是 以前是圣王 以前是圣人 这个事情本来是圣人在主持的 后来 这是周公写的 周公是这样子在教化众生的 这个窑洞都是周公写的 周公当初立的刑法是这样 它里面看起来很残忍 切脚趾头啦 刺青啦 割鼻子啦 但是里面都是有慈悲的一个 教育意义在里面 因为我们一般的行为就算了 这种立啊 立志当头的时候 人会丧失理智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严酷的刑罚 他才会忏悔改过 而且目的只是让他忏悔改过 目的不再惩罚他 这两根窑都是要让你改过的 不是在处罚你的 只有最后一根窑 第六窑 上九窑 这才是真正的严厉的惩罚 那已经无可救药了 没办法了 不惩罚不行了 就是再三的劝告都不听了 后面我们会讲到 好 这两根窑无救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自己 被灭止了被灭鼻了 才改过 现在呢 既然学了这个挂 现在就要提醒自己 这是避免不了的 如果你 谋取不当之力的话 一定会得到 灭止汉灭鼻的惩罚 警戒啊 这叫惩戒 这还不是处罚 这叫惩戒 一定会得到这个惩戒的 所以要下定决心 不要做 你一定会 现在不会灭止汉灭鼻 一定会怎么样 像刚才后学举的很多这些例子 一定会生暗疾 生一些疾病 你自己知道 别人也 别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病 但你自己知道原因是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最后你还不听 就会让你颜面尽失 让你被人家点名做记号 这个人信用破产 这时候你要再翻身 就很困难 但是还会让你有翻身的余地 但我们不要搞到这个样 不要搞到颜面尽失啊 不要搞到生了怪病啊 再去忏悔改过啊 那就太晚了 但是这个一定会发生的 要提醒自己 然后这时候再来了 我绝对不做 不该赚的钱 然后呢 准备好以后 这时候我要开始了 这样子你就赚得到钱吗 还不一定 因为你不犯法 别人会犯法 你不骗人 别人会骗你 我们不会做 对 我们不会卖假的麻辣锅 但是我们会吃到这个麻辣锅 对 我们不会做这个 餐的肉的素食 但是我们会吃到它 这够倒霉了吧 对 现在不是那个素食 有很多都是餐假的嘛 对 那我们会吃到它 所以我们会成为受害者 我们不会成为加害者 但我们会成为受害者 所以第一步 你就会成为受害者 六三四习肉 以前古代的交易行为很单纯 就是货物交换嘛 其中最好的货物 最好的货物是什么 就是肉干 因为以前肉是很珍贵的 肉食是很珍贵的 所以说孔子讲说 自行素修以上 所以现在 现在讲这个 一个老师的 老师的这个 这个薪水叫素修 有没有 我们叫薪水叫素修 素修就是一束肉干的意思 就是肉干是 是最高贵的这个货物啊 叫肉干 因为那个肉很容易腐烂 它经过他们 以前也没有化学原料 就是经过他们把它做成肉干以后 可以长期存放 那可以救命的 到冬天没有粮食的时候 哇 一个肉干 它不是真的好吃 那绝对不会好吃的 那个肉干呢 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啊 就可以让你过冬的 让你度过难关的 因为以前大陆都住在北方嘛 这个 这个 这个协议经的这个时代 中国人都住在北方 所以肉干是非常高贵的一个食品 要素修 做成一束一束的 所以连去拜孔子为师 都要带这个肉干 来当做这个礼物 当做他的薪水啊 那是 习肉 意思就是说 我进货 我进货 我进到什么 进到坏掉的肉干 这边是讲的就是进货 就是买进这个货物 要进货 做生意就是进出嘛 进货出货嘛 对吧 那你要 进的便宜 出的贵 而已你就赚到钱了 对吧 那他吃习肉 他进来了 他买到肉干 结果买到习肉 习肉就是坏掉的肉 就是过期的东西 过期的肉 那但是 是过期的肉干 但是你 因为你没有动而鸣啊 你没有经验啊 对吧 你没有动而鸣 就像刚才后学讲 那个稻青一样 不是稻青 我的朋友一样 也是稻青 后来有度他求道 不过没有接近道场 我那个朋友一样 对吧 一亿多 那是二十几年前 一亿多很多 比现在还多 一亿多一下就没有了 几年就没有了 就是四习肉 就买到不好的商品 那以前没有那么复杂了 像他他可以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投资 以前就很简单嘛 就是你买到很贵的商品 就是肉干 素修 就没想到是不能吃的 预毒啊 他有毒 因为过期的食品啊 就会有什么黄菊毒素啦等等 有霉菌啊等等有毒 所以 吃亏啦 小宁无救 那你就会小有损失 所以意思就是说小则宁啊 意思就是说 你初次学习的时候 你不要进太多 你一定会吃亏 没有说你一开始上手就不吃亏的 一定会的 所以一定要买 花钱怎么样 买经验 那所以叫无救 那你就不会犯错 这样 四习肉 这是必然会过 必然每个人都要经过的一个痛苦的教训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投资这么大 啊 投少少的啊 你要做茶叶生意的 你买买买买少少的进来啊 啊 然后呢 看看对方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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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欲如何 不过现在的人很厉害了 以前就是 你跟他做生意做一两次 你大概就知道了 啊 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人可不可以信任就知道了 啊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他会设很多陷阱 让你慢慢掉进去 像后学就认识有一位道卿是清修的昆道 他就没什么经验 他因为他从学校出来也就在公家机关工作嘛 然后在这个国税局工作 然后就薪水阶级啊 他也没结婚就修道 那就慢慢存钱 除了修道半道以外 然后就慢慢存钱 要存了几百万 准备当做这个 将来退休以后当养老金的 结果这个时候又有位道卿啊 就跟他介绍 说 有一个投资的机会 啊 那那个投资的机会就是 哇他说我们都这样投资啊 不知道是哪一个企业啦 就是你投资 比方说你投资十万块 啊 到了年底结算的时候 就变成十五万 哇 那个现在利息啊五千块都没有啊 对啊 哇 变成利润这么高啊 那他就 试习 试试看 他就 欸 投个十万块看看 欸果然 哇 大概没有到十五万啊 十二三万这样子 利润这么高 然后第二次呢 他又投个 二十万 欸 又有那么大的利润进来 啊 到最后呢 就来跟他讲了说 我现在有一笔啊 啊 这个进一批什么货啊 啊 这次你要投两百万进去的话 就三百万进来 哇 他有经验啊 这个是好事啊 啊 就存款通通通进去 就不见了 全部都不见了 啊 这个就是啊 射陷阱啊 你们有没有听过 听说过这种的 还是你们自己有掉进去过 哈哈哈哈 有人掉进去过 就慢慢让你陷进去 啊 现在这种你注意啊 听到这个啊 特别注意啊 他就是让你有利 有利润啊 那一次两次三次 他他就是 啊 他就是这个这个啊 就是会放余额给你 他不会让你完全吃破 不会一次就把你骗到啊 他会让你吃 占到几次便宜以后 最后来吃大的 你的贪心被勾出来以后 来吃大的 而且你相信他了 啊 就整个进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世袭肉啊 啊 最后就吃到毒药啊 在古代就很单纯啊 就是卖假肉干嘛 也没有假 以前不会做假的 就是卖过期的 卖过期的肉干 那你就吃亏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例子 可以推延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实例 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最近一次聚会 后学的前人就说 都是假的 他说到哪买什么都不放心 都是假的 这很可怕 到处都是喜肉 什么东西都有问题 米也有问题 听说米也有问题 对吧 买米也有问题啦 什么老米当新米来卖啦 这个什么 感染油没有感染啊 花生油没有花生啊 这很可怕 这个就是辣椒油没有辣椒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袭肉 以前古代还少一点 现在到处都是 所以说要冻 冻而冻啊 你要展开行动 一定要很内行才行啊 冻就是很内行才行 自己买东西也就算了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投资的话 一定要内行才行 要很专业才行 不然一定会预读 小令无救 无救的意思就是说买了教训 花钱买教训 花钱买经验 相约预读 为不荡也 为什么 为不荡 因为你没有 你不专业嘛 叫为不荡 你不专业 你一定会预读 你不内行嘛 你像我们领导经理在 保利荣这一定很内行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买到假的东西 不会进到什么 有问题的原料啦等等的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便宜进了一大堆烂货 最后通通报销掉了 那就是所谓的世袭肉 但是很多人 刚刚进入这种商场的话 难免都会碰到这种事情 这是很难避免的 九世世甘子 得今始力奸真 急 这甘子是什么呢 就是带骨之肉 就是它是肉干没错 但是里面藏着骨头 也就是说它是次级品 那世甘子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顶级品的价钱去买了次级品 但不是买到烂东西 就是买到价位应该比较低的东西 因为我经验不够丰富 因为外表看起来一样 但是里面藏着骨头 这叫甘子 不是肋骨啊 不是说我买那个肋骨 不是以前人就会做假 它这里面反正做肉干嘛 它外表都用很好的肉包起来 但里面藏着一根骨头 重量不同 虽然很重啊 称起来是一样的 它这里面少了一大块 所以以前古代人就那么奸诈 你看 四甘子啊 藏骨之肉啊 藏骨之肉啊 结果怎么样呢 得金石 这根窑是六根窑里面最好的窑 就是做生意就要有这个机会 就是你虽然你亏损了 你买进不好的货 但是呢 一般人都会怎么样 反正我也看不出来 一定有人比我还笨的 我照样高价把它卖出去 对不对 反正人家骗我 我也骗人嘛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得金石就是你有机会得到金石 这个石就以前讲的就是什么 以前讲的就是这个 择死为事啊 以前古代讲择死为事 所以以前人呢 他们在签约的时候 他们会拿一根箭出来 说我如果不守信约的话 如同此 此箭啊 这个死就是箭嘛 把它折断 我会像这个箭一样被折断 叫择死为事啊 择死为事 就代表信用的意思 所以事干止 就是说你今天 虽然你吃亏了 但是你不让别人吃亏 你告诉呢 你的交易的客户说 我买到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上当了 我不会让你上当 我告诉你 这个看起来虽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看走眼了 我告诉你 事实上是不好的 所以你虽然损失了你的金钱 但是你得到了信用 你得到了信用 所以得金石就是金字招牌 金石就是金字招牌 就这个人信誉卓著啊 金字招牌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这很好机会啊 建立信用 建立你的招牌的很好的机会啊 所以这人家知道 哇 这个人是讲信用的 这个人不会骗人的 这个人同手无期 所以这就是化为基为转基啊 化为基为转基 所以事干止得金石 那当然呢 你要守正不阿 就会比较辛苦啊 你要转手卖出去 本就回来了 对不对 你现在赔本啊 赔本当然辛苦啊 可是呢 你守正不阿 兼守正道 最后是急的 最后就是急了 吉祥如意了 最后你就变成一个 让人信任的一个商人 你的商欲就非常好 商欲非常的好 像那个以前后学到 有一次跟大德思前人 出国的时候住在一起 他就跟后学 他很喜欢跟后学讲他以前的历史 他说他以前 他们也是卖 卖水果嘛 家境也很不好 他读到小学毕业 就没有能力再升学了 那是长子嘛 但后来他就开始做生意 做生意就是等于要进货嘛 就是海关啊 有一些好的货物进来 进货以后他买进来以后再出货 可是没有钱进货啊 所以就会去跟那种地下钱庄借钱 那时候不是地下钱庄 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有钱人啊 他们就是会放利息嘛 他有钱啊 有闲钱啊就放利息 但是这就要冒险啊 有人借的钱 他去买了那个货 比方说我今天借你20万 我买了这批货进来 然后我卖出去 当然呢我每个礼拜啊 我都会给你利息 然后我跟你讲我什么时候会还你 那利息就比较高啊 然后呢 可是如果他赔了 那可能他就不还你钱了 或者利息也没有了 所以你就要运气好说 你要借钱给那种 赚得到钱的人才行 那世界人就说 做生意男人是有赚有赔的 那一般人就是啊 赚的时候就哇 利息就给的很爽快 然后呢 这个钱也还得很爽快 赔的时候就拖拖拉拉的 但是他就心于所住 他就算赔钱 他无论如何呢 利息照算 本金呢照还 所以说 司前人就讲说 到后来他在这个 这个商界就很有名气了 就甚至那种 那种财主啊 借钱的财主啊 要去世都要跟他儿子交代说 这个司先生啊 要借多少钱你都借给他 他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 这就是商欲啊 他就算赔钱他也要 他也要把这个钱给补上 所以他是很重视信誉的 所以司前人会成为成功的商人 就是这个缘故 就是靠这个 要不然他没有学历 没有地位啊 不靠这个嘛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修到 所以靠的就是信誉 靠的就是商欲 信用卓著 所以虽然 开始的时候很辛苦 赚不到钱 也不能让人家吃亏 简单的说 你不能说自己赚不到自己赔钱 就要别人也倒霉啊 不行啊 所以信誉比什么都重要 这边列出来一点啊 就是在我们人人生活在这世间 一定会有经济行为 但是信用比什么都重要 叫今死 今至招牌 折死为死 再辛苦都要守住你的信誉 所以说人皆有死啊 名无信不利啊 没有信 没办法站起来的 没办法在人间立足的 所以孔子才会讲 人皆有死 死没有关系 最怕的是没有信 六五四干肉 得黄金 真利无救 这就是真正买到好东西了 是干肉 出手就是吃到好东西 这有福报的人 得黄金 马上就得到黄金了 就马上一转手就得到黄金了 干肉进来 出去的时候就变黄金进来了 所以 这个就是 这就是真正是有福报的人 做生意如鱼得水 像孔子 以前 以前 他的学生都很穷嘛 跟着他周游列国 那我们说 子贡很有钱 子贡 不是很有钱 子贡跟着孔子的时候 也是个穷光蛋 但是他听了孔子的一句话 孔老夫子有一次跟子贡讲说 他说你以后可以去做生意 那为什么呢 义 女众 就是 你猜测事情很准 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说他可能会怎么样 就很准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本领去猜测 这个货物会涨还是会跌 这个货 其实做生意很单纯 在那个时代很单纯 就是你进这个货 后来孔子 孔子 这个谁啊 子贡就是这样 他的货物一出手就开始跌 然后呢 他货一进来就开始涨 他就有这个能力 他就有这个预知能力 就好像香港的那个首富 李嘉诚 他专门做房地产的 他房子 他只要一卖 那个房子就跌 他只要一买 他这个房子就长 这就是所谓一履重 那子贡就有这个能力 后来他就变成 哇 春秋时代的首富 最有钱的人 叫四肝肉得黄金 他永远都可以进到好货 然后卖到好价钱 又进到好货 不一定会卖到好价钱 他进到好的东西 还可以卖到好的价钱 你叫四肝肉得黄金 不会赔钱的 像前面九世这个 还是会赔钱 像世前人讲说他会赔钱的 只是他宁可赔钱 也不要赔掉自己的信 就是有所谓的四肝肉得黄金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这种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坚持 不会犯错的 这个聚焦灭死似乎灭鱼 都绝对不犯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 一定是常常行善 常常行善 那不是光有信用而已啊 像大德思前人是做生意的事 但还没有修到以前就做生意的 还不懂得这个定律啊 我们现在人啊 就追求富贵啊 但是 但是你不晓得富贵怎么来的 你以为富贵是自己 凭自己的经验啊 累积啊等等可以来的 子贡就是追随孔子啊 所以他一缕众 上天会给他指示 这叫什么 霍湖将至必先知之啊 霍湖到了 这是霍还是湖 他世间就会知道 那用来做生意的话就是这样 我进这个东西 是好还是不好我知道 进来以后会涨还是跌我也知道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人都追求富贵 但是我们要了解啊 富贵下面是什么 险中求 对不对 这就一般人的观念 就叫冒险犯难 行险侥幸 对不对 卖假油就是险中求 卖假锅啊 卖假面包啊 对不对很危险啊 但是如果没有抓到就是我的了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富贵险中求 对不对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啊 这是错误的观念 这根咬四肝肉得黄金啊 他这叫富贵天注定 那我还好闻啊 对不对 进好货还卖好价 那也要好闻啊 因为天注定 上天帮你注定好了 上天会注定你是富贵还是贫贱 你是健康长寿呢 还是贫穷短命 上天会把你注定 上天根据什么呢 他也不是随便给你注定的 根据什么来注定 大家知道吗 八个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就这八个字而已 富贵就在这八个字里面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所以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才行啊 像后学有一次到新加坡去 那个新加坡的领导司经理 司典安师就跟后学讲 那时候林前人还是高雄的领导 林领导典安师 他就跟后学讲说 这个林经理啊 家里也是穷 后来做生意啊 他说奇怪 他说我跟他那么多年啊 他做生意啊 不管做大做小啊 他没有赔钱过 他说他没有赔过 从来没有赔钱的 这就是所谓的四肝肉得黄金 做生意都是有赚有赔的 连施钱人这种很会做生意的 都是有赚有赔的 但是施经理跟后学讲啊 说林前人做生意没赔过 这是不得了的 这就是所谓的施肝肉得黄金 为什么 因为修道半道一辈子啊 对不对 他到很中年以后才开始做生意啊 以前都是在三四十岁以前 但应该三四十岁以前都是在道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天注定 富贵天注定 上天会依据你的善恶 来给予你该有的福报 在这个英国有一个名人叫做丘吉尔 有没有人听说过 英国的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靠他 欧洲就是靠他一个人抵抗希特勒 所以让希特勒才没办法洗减全世界 就是中流砥柱 他一个人对抗希特勒 对抗了很多年美国才参战嘛 后来希特勒就被击败了 他一个国家英雄 全人类的英雄 他小的时候 差点淹死了 掉到池塘里面 差点淹死了 就有一个园丁啊 就是在公园里面 维持种花种草的园丁 去把他救起来了 这救起来以后 这个丘吉尔的爸爸就很感谢啊 就说我要怎么报答你 他说我不需要你报答 救人本来就应该的嘛 不可能看到小孩子掉到水里面 我不就管他的 他爸爸说不行 我这样良心不安 你一定要让我报答 那这个园丁就讲说 如果你一定要报答我的话 我是无所求的 但是我一个儿子 他医学还蛮有天分的 可是他我们家穷 他没办法去学医 学医要很多钱 你如果真正愿意 报答我的话 你栽培他 你给他付学费 让他去学医好了 那个丘吉尔的爸爸就说 好 没问题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吉尔当首相 打仗他就受伤了 受伤那时候发炎感染 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 现在我们都发炎感染 抗生素就好了 那时候没有抗生素 发炎感染一下就完蛋了 全医束手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候有一个医生 叫什么名字 叫傅来明 有没有听说过 发明盘尼西林 就在这个时候 他刚刚好发明了抗生素 叫盘尼西林 他就坐砖机 飞到这个战场 去把盘尼西林拿去给丘吉尔医治 就丘吉尔病就好了 那个发炎就止住了 就好了 这个傅来明 就是那个园丁的儿子 你看这因果报应多厉害啊 对不对 因果报应啊 当初他 他爸爸没有救 这个丘吉尔 救没有后来的名医傅来明 而 丘吉尔的爸爸 如果没有栽培这个傅来明 丘吉尔就死了 因为就没有人发明盘尼西林 来救丘吉尔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富贵中人啊 富贵是不是天注定的 是上天注定的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定律很清楚 千万要遵循啊 天律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对啊 四肝肉得黄金 真利无救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这种富贵中人啊 要富而好利啊 要富贵而交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真利 要富而好利 要富而好利 像我们刚才讲 我们世前人就是属于 我们临前人啊 世前人这些都是富而好利 但如果富贵而骄傲的话 就会真利 就会真利 至于其咎 会把那种错误遗留给子孙 子孙会没出息啊 这叫真利 这叫真利 就是你的真结啊 富贵中人啊 最容易受到诱惑 堕落 所以你的正直真结 会受到严厉的考验 严厉的挑战 所以无救 但是呢 就是要随时警惕自己 无救就是补过嘛 要时常忏悔改过 因为这种世甘若得黄金之人啊 我们讲富贵中人 这个要抗拒诱惑是很困难的 会有各式各样的诱惑 最近不是那个小S的老公不是 到法庭上痛哭流涕嘛 死不认错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没办法认罪 痛哭流涕 他们就是富二代嘛 住在豪宅里面 住在地堡里面 就受到义 他们的这种 这个品德啊 品德就会受到严厉的挑战 所以要忏悔改过 随时要忏悔改过 才可以得当 真利无救则得当也 尚久何教灭耳凶 这边前面 这三根谣讲的都是 怎么样子 从没有经验到信誉卓主 最后富贵天注定 啊 这个 这些 所谓的真正的正当的牟利之道 那第一根谣 旅教聚教灭子 似乎灭彼 这都表示说你 你就算 国法惩罚不了你 天力也会 天 上天也会惩罚你 最糟的就是上酒 怎么警惕你都不听 何教灭耳 何教灭耳 是什么样的 这种 何教的意思是什么 何教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刑罚 就是砍头 就是砍头 断头 那断头呢 为什么要断你的头呢 因为呢 你不听劝告 要灭耳 不听劝告 头断了当然耳朵也断了 所以他是从耳下这边切断嘛 那耳朵 你生你这个耳朵干嘛 不听话 向曰何教灭耳 冲不明也 冲的意思就是耳朵 施冲的意思 我们讲施冲就表示他听不见 就是一个人犯了大错之前 一定有人再三的劝告他 不要犯错 但他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最后就一定凶 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像后学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 有一位 对对三十几年前 有朋友带着一个商人来找后学 那那个时候后学还没有在道场 就来找后学占卜 因为什么他有一笔生意有一亿多 三十几年前一亿多很多 他有一笔生意有一亿多 他要来占卜说这个生意是会获利 还是会赔钱 他想要知道是赚还是赔 挂项出来就是这个 何教灭的凶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违法的 这个生意是违法 我说你这个生意是违法的 他说是违法的 没错 可是我的背景太雄厚了 我只管赚赔 不管违法不违法 因为违法但是我照得住 我说为什么说照得住 因为那个时候中日断交 台湾人又很喜欢用日货 所以他从日本进了一货柜船的货物进来 哇 那个是暴力啊 因为已经断交了嘛 然后呢 那价值一亿多 要卖出手的话好几亿 他进来 我说那进来不会被扣在海关吗 他说放心 当时的这个警备总部的总长 是谁呢 蒋伟国先生 是跟他拜把的 蒋伟国先生叫蒋经国的弟弟嘛 他当警备总部的总长 他说一把照 他照我 所以说货一定进来 我只是怕卖的不好而已 我说 我说你这个一定会触犯刑罚 你放心好了 他不听 听不进去 过了几个月啊 蒋伟国突然下台 被蒋经国赶下台 那没想到的 那自己就离不插过江 这个自身难保了 就他的货刚好在蒋伟国下台的时候 到了海关被扣住了 河叫灭了 最后破产了 就跑掉了 跑出国去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就再也没看到这个人 先逃出境去了 因为那时候还有票据法 他会被抓去关的 就要冲不明眼 就是后觉有这个经验就知道了 这次的经验就知道 当你犯错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 上天会给你机会 提醒你 再提醒你 可是你听不进去 你就要到大美 像以前越南有一个总统叫吴言谭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 不知道 阮文哨之前的 越战之前的 这个人呢 兄弟俩在越南掌政 不服从美国 就好像蒋介石不服美国一样 不服从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甘乃迪 就很火大 因为他们要控制越南 控制越南有很大的利益 这也是为了利益 这叫金权 这是金权游戏 不是金钱游戏 搞政治人叫金权游戏 他就有金权 金权在里面 吴言谭他兄弟俩掌政 在美国的话是甘乃迪兄弟俩 他们两兄弟在掌政 一个当总统 一个当参议员 所以这两家的兄弟杠上 后来吴言谭兄弟俩 就被政变暗杀了 暗杀以后后来很多秘密文件出来 原来是甘乃迪兄弟策划的 甘乃迪兄弟设法 他们成功了 干掉这两个又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叫阮文哨 阮文哨上来 就变成他们傀儡政权 就被美国欲取欲求 获得空前的成功 但是后来甘乃迪兄弟 通通被暗杀 知道这个新闻吧 甘乃迪他当总统的时候被暗杀 他弟弟出来竞选总统 一定选上的 民意调查太高了 一定选上的 就跟马英九第一次出来选总统一样 但是被暗杀了 这是不是英国报应 你当到美国总统 那是全市最大的人 谁也制裁不了你 但是何教没有 上天可以制裁你 你杀了人家两兄弟 你自己两兄弟也被杀掉 而且都是死于暗杀 这是一个多可怕的英国报应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避上天的制裁 没有人逃得了这一关 何教灭恶 一定凶 告诉你三有三报 二有恶报 你听得进去吗 听不进去 一定凶 好 那今天我们就 四合瓜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